主季总处今天公布第一季GDP概估统计 经济成长率来到6.51% 相较今年2月预测数增加了0.59个百分点 创11季新高 全年的GDP也上售为3.57% 不光以单季出口而言 电子零组件、传产货品等等 年增率仍然呈现负值 也显示了终端需求回温的状况 比预期来的缓慢 主季总处30日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 原因在于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表现亮眼来到6.51% 较今年2月预测数增加0.59个百分点 创11季以来新高 AI等新兴科技应用需求强劲 带动资通与世青产品出口倍增 加上电子零组件以及传产货类的出口减幅逐步缩小 今年第一季 我国商品出口1103亿美元 年增19.21% 较二月预测数多44.4亿美金 大约是1400亿台币 是经济成长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 主季总处表示 由于第一季出口表现优于预期 加上民间投资也有改善的迹象 景气持续复苏 不过就单季出口而言 除了资通及试听产品 其余像是电子零组件 传产货品 年增率仍然呈现负值 显示终端需求回问的状况比预期来得缓慢 国内的经济状况的确是持续的有在向上 对但是因为全球景气还是有蛮多不确定因素 那如同刚刚讲的终端需求回升的速度 也不如预期这么快速 所以我们认为景气是有慢慢变好 但是复苏的力道应该是很和缓的 景气复苏力道和缓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 大幅调高对亚洲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测 其中台湾上升0.1个百分点至3.1% 为亚洲已开发经济体重最高 主计总处也表示 和亚洲四小龙相比 台湾平均经济成长率优于新加坡南韩 对于景气发展乐观看待 记者姚里安苏惟民台北采访报道